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知道经浙的生活是自力耕生 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并且不接受供养 使我对上人修行的严谨态度 非常感动与佩服 我就决定交入持续 谢明胜师兄 对这几天开始 表现就一直很温重 尤其对材务非常有概念 后来就拜托他来 相担财务的区块 上人开市 钱财可以造福 身体可以载道 为众生出钱出力 就是福费双修 所以财务要管理好 更何况持继的钱财来自十方 1999年 9月遇到地震 在地震后一个月 救难队从王朝大楼 挖出一位银行保全的遗体 经过法医鉴定 发现应该是 才所没有几天 一个受难者在地底下 活埋了二十多天 那种求生的痛苦跟折磨 实在很难令人想象 大家相信说 人生仅有虚伯有虚 所以可以感受到 在此际做到最后一口气 才是人生最好的结束的方式 要求生的几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